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何潔雲入獄前的大半年 其實是和我最近合作的一個記者 我們在同一間傳媒公司做記者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我們近大半年 平時會在這裡討論不同的稿題 或者採訪內容的一個工作室 其實這間房間已經有點不同了 沒有一個工作室的感覺 因為它暫時不在 何潔雲 我覺得我早就應該寫信給你 但感覺這半年來 實在好像什麼宇宙級的問題都被我們討論過 大概你也知道我應該沒有太過擔心你 撤壞關… 認識他很久了 大概在蔡元川事件 他會覺得那些人面對一種被排斥 他會很有同理心 他會覺得很受感觸 他希望跟他們站在一起 自從在社運前線的尾光燈退下來之後 因為生活的掙扎 你更加容易去展示真正的自己 去體察其他在困局裏面的人的心情 受訪者或接觸一些我們想訪問的對象 我們其實好像朋友一樣去對待 就好像認識朋友一樣 他又更加神奇 之前例如去做一些PTBFR的題目 他真是首先用一個中性的身份 來先聯絡他 先了解他 好像認識朋友一樣 去進入他的內心 好好操練 看你在外面沒有時間看的書 還有不要問囚有那麼多問題 有時候 外面也有些像牢房的感覺 但我也會盡力做好我的事 星期日晚的經緯線 會跟進反新界東北規劃示威案 找來四個人寫信給案中的 在囚年輕蛇魂人士 我們會有什麼地方 我會想找到